它那个排茶要炸的 要炸的我们先把上面的线全部拔掉 我们全部拔掉 把这个这是下表的,连接下表的 我们把连接下表的先拔掉 再把这个电机线先拔掉 把它完全拔掉 注意哈,拔掉的时候 你不要让它碰到了 我们先把它拿出来 拿到外面来 把这个线拿到外面来 拿到外面来以后 我们先 你叫客户先用 先把电线 先把这个电线先擦到 先擦 擦好 擦好以后呢,我们重炒电 重炒电以后,这样 它的客户会不会掉炸 要是不掉炸的话 我们再来下一步 下一步这个上面 这是有电的,我们要先拿开来 拿开来以后,我们先把这个电线再擦上去 擦上去以后呢,我们再开漆 是吧,开漆 这样会不会掉炸 这样不会掉炸的话 说明这个开关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关掉 把电源关掉 电源关掉以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线 把这个电源线把它先擦好 把这个电源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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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开机 再开机看一下 看一下的话 要是这样,还是没跳炸的话 我们下一步 我们又把这个电源关掉 关掉以后,我们再把这个电机线 把这个电机线再擦好 擦好 擦好 擦好以后,这个线 全部擦好以后 我们还有个信号线没擦 我们把这个电机线擦好以后 我们再开一下漆 再开一下漆的话 看一下这还会不会掉炸 要是还没掉炸的话 我们再关掉 我们再把这个下表 下表上面的工具线 擦在这个 擦在这个工具器上面 再拦一下漆 拦一下漆 看一下会不会跳炸 如果 如果其中 其中 哪个地方 正好你把这个 把这个线擦过去 跳了炸 说明就是哪个问题 我们这样一步一步排查 这样排查的话 相对要说简单一点 好